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为歌谈天后 田正和那英两人在90年代中后期几乎包揽了当时的音乐奖项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二人的矛盾在2001年公开化 田正和那英争一姐争唱好大一颗树 2001年中歌榜上田正不服那英当选最受欢迎女歌手 更是怒摔话筒把矛盾挑明 这场两个女人间的战争直到2008年田正被爆患病 以及那英结婚生子才逐渐平息 2008年6月有媒体爆料称田正患上了一种血液病 当时还一度被讹传为是一种白血病 虽然病情没有传闻中那么严重 但确实从那以后 田正对事业和名利的追求不再同以往那般执着了 正当一段歌谈旧文应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忘 没想到卫视又挑起了新的战斗 各自请来那英田正当家 一个主持一个导师 比较自然难免 如果非要分个高下 那目前正解略胜一筹 毕竟他收到了999朵玫瑰 那且只收到了几个学员